布尔拒绝离队在森罗鱼开黄马之后,布尔一定被惧以后望,但大战的设计过去了,布尔却成为黄马替补席上最能贵的摆设,在两一边奔恶之上,国瑜修斯和雷卡斯,巴斯克斯是黄马的两道主力,布尔则要和安森需要竞争同号替补名言,国瑜修斯还被满19岁,雷卡斯,巴斯克斯在回宫黄马时, 转会负仅为100万欧元,布尔却对这两名球员完全要制在了替补席上,布尔的问题,可谓有花花面,布尔身体仍然脆弱,多了人属性,又导致他出现了心理问题,原因担心受伤,布尔路具加速路具身体对抗,他得球后的第一选择,永远是安全球回床,凭乏受伤和过斗尊重,使得布尔虚少的冲刺大发力, 而相对粗糙的技术,使得布尔又不具备传输英学球的能力,布尔如今就像是个热化版的修罗,他最大的优势,就是面对球能的强点射能,但也仅此而已,在球场外,布尔将军内容仍然不会说西班牙语,他也拒绝参加全都聚餐,在更衣室内,布尔总是独晚独来, 他要跟着没有融入黄马队中,去年夏天,布尔连币末错过了高价惊喜布尔的最佳机会,在公共决赛后,布尔曾公开讲述,想要为了踢主力,而离开黄马,但在森罗里队之后,布尔留在了博曼屋,布尔连币末只能眼看着布尔是原本赛季继续奔屁股, 如今,布尔本就没什么中球者,他本人也拒绝离队,布尔马上要30岁了,他的合同签到了2022年,他的事后年薪超过1500万公元,布尔显然意识到,无论去哪家球队,他都不可能得到黄马级别的薪资待遇,布尔剩下的三年合同,从经济角度来源,是布尔最明智的选择, 如果他们不要你了,那你就应该离开,现在黄马把所有问题都估计在布尔头上,这非常不公平,看看布尔的数据吧,他本身近30场大进12球,这非常威秀,但由于某些人因,布尔成了黄马的替罪狼,布尔巴托兴劝布尔离开不满意,但布尔市人选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, 既然去哪都不能保证出情路,那布尔在黄马级别的高兴,